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真的也不觉得那叫丑闻 就是大家觉得他做的事情不对 他去party 然后在party里面呢跪着 然后在那边跳舞 手摆头后面在那边扭这样子 就这样子很开心的状态 就会被他的在场的人拍下来 然后就流出来了这样子 然后就有人说 你总理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啊 不顾形象吗这样 所以他的目前状况就这样子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新闻报道是怎么说的 那我们用这个刚刚看完他的脸 就可以把它换成这个模式 Does a Prime Minister have a right to party? Finland split over Sana Maren clip Maren Maren 我有听一下他们的发音怎么fin 怎么发音 就是这个R的音有点是L的音在里面 我在猜是不是他们分蓝的发音的方式 但是也可以 就他们把它发成Maren Maren 这个我觉得这无所谓 反正你只要发 大家听得懂就可以了 就像我们IKEA说真的 你只要讲那听得懂就OK了 我个人对于这个是非常不纠结的 因为我觉得这跟一个人的英文能力 毫无关系 毫无关系 所以我不喜欢在这个东西上讲太多 来我们往下看 总之它叫Sana 好OK 我们就看这边一开始说 In a leaked video Finland's Prime Minister 所以Prime Minister就总理应该没问题 Sana Maren is singing, dancing and singing with friends at a private party 所以她被看到 被看到 然后状态是跳着舞跟唱着歌 所以这个被动的is singing应该没问题 那接下来就是她的主持部 Dancing and singing OK那她是36岁的 所以她还特别是在荧幕前 就在camera面前她就有做摆姿势 她就知道她是被拍的 那下一个描述是 She sits on her knees Hands behind her head 所以她坐在她 什么叫坐在她的膝盖上 简单说就是跪着 所以她是坐姿 可是她的跪 她的坐姿是在膝盖上 总之这个中文听起来很奇怪 可是你懂她的意思就是 她是一个跪姿 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手还在她的头的后面 所以也就是我刚摆的这个姿势 Hands behind her head 很明显就是在那边扭动跳舞 这样子 So she's entangled in a group hug 所以她基本上是一个 大家在一个团体 然后抱在一起 耶我们好棒 Entangled就是纠缠在里面 So she's having a good time 这样 那这个东西基本上每天 世界上都有 在社交媒体上 可是偏偏如果她的身份是总理的时候 就会有麻烦 So countless similar videos are shared daily on social media by young and not so young people prodying in Finland and all over the world 所以 countless无数的 类似的影片 similar videos 被分享are shared 每天daily 在什么地方 on social media 所以你看这个句子就一块一块一块 被动的结构就是are shared So these videos are shared 被谁shared young and not so young people 年轻人以及没那么年轻的人 为什么要强调没那么年轻 很过分 所以在芬兰在party 以及就全世界 所以后面这个就是地方扶持 in Finland and all over the world 但是这个leak 这个流出 就是这个总理 女总理的流出 它就被 它就引发了一个大家的辩论 So has triggered a debate among Finns 所以我们知道芬兰人 所以芬兰是他的地方 芬兰这个国家 那芬兰人就是Fins 好有趣 那形容词finish 这样子 所以他们的debate就是有关什么呢 So triggered a debate among Finns about what about what level of reveling is appropriate for a prime minister 所以什么程度的revelling 所以revelling这个词就是我们今天学的一个算是蛮重要的词 revel 就是 陶醉啦 狂欢啦 作乐啦 这样子 那他的接系词是in 这个句子没有写出这个in的结构 换个例子来试试看 例如说 假设我很讨厌你 然后你现在在受苦 然后我看到你的受苦 我就觉得很爽 有没有 所以我陶醉你的受苦中 就像我很讨厌我们家这个 我住在一个2000多户的一个很大的国宅社区 那我非常讨厌这个社区的管委会 以及我们这里的里长 我就不要说是谁了 那很高兴的是 这个里 令人很高兴的是 这个里长现在因为 因为被怀疑 收回扣 OK 他们在这个买LED灯的 这个是一件事情上被怀疑 收了回扣 然后就被剪掉去约谈了 这样 那好像现在还在审理中了 但是我看了以后 我就非常高兴 好 我不会把这个讲太久 我要是造句 所以我刚刚说的 他的苦难 我陶醉其中 So I revel in his suffering I revel in 里长的 我们就his I revel in his suffering revel这个字 大概就这样子 OK 好 我们就再看下去 所以刚刚的debate 就是有关于 他可以狂欢到多少程度 才是对一个 prime minister来说 prime minister来说 是合适的 So the debate is about what level of reveling is appropriate for a prime minister 特别还要考量到的就是 隔壁的俄罗斯 现在正在打乌克兰 especially considering neighboring Russia's attack on Ukraine 所以后面这个特别 什么什么怎样 就斗点后接下去 considering就是考量者 什么什么这样 游鉴语什么什么 这个其实可以放巨手 这个句子比较好放后面就是 因为他先把前面交代完了 你到底该狂欢 你的狂 合适的狂欢程度到哪里呢 特别还要考量你隔壁正在打仗 especially considering neighboring Russia's attack on Ukraine 而这个攻击又造成了下面的一个另外的结果 所以他这个句子还没写完 斗点后再写下去 所以斗点后which 这个which就是 俄罗斯打乌克兰 prompted long neutral Finland and Sweden to apply for NATO membership 所以这个prompted就是引起 所以他们那个俄罗斯攻打乌克兰呢 引起了这个 长期来说都处于中立的芬兰跟瑞典这两个国家 so long neutral Finland and Sweden 瑞典是瑞典是瑞典 是瑞典没错 好像Swiss才是瑞士 我如果讲错的话你纠正我 那neutral就是中立的 所以这个prompted这个 长期来说中立的Finland跟Sweden so prompted long neutral Finland and Sweden 来干嘛呢 引起他们去申请加入那个北约这样子 北大平洋公约组织应该是这样子 NATO就是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所以应该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没有错 那他事实上就是一个大家联合在一起去防防御防卫的那个 应该防的就是乌克兰 防的就是Russia so to apply for NATO membership 好这样子OK 然后接下来说的 这个女总理啊 她是那个在一个中央偏左的的一个芬兰当地的一个政党里面的那个党魁 so Maren who leads the center-left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所以她的名字叫做社会民主党 大概是 center-left就是中央偏左 那她面临了呢 像是一个弹幕的问题 什么是弹幕啊 就是哇飞弹那么打得像这个 就你知道 就 如果你有玩那个overwatch的话 斗争特攻 其中一个角色 它的绝招就是barrage 然后按下去之后就是 狂射一大堆子弹 对着那个目标一个方向 所以这个字叫做barrage 所以她就面临了一个像弹幕般的问题 有关于这个party 所以我这里说了 Maren who leads the center-left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has faced a barrage of questions about the party 这里面出现两个party 这个字怎么看到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这个party是政党 所以faced a barrage of questions about the party what party 她参加那个派对 所以派对跟政党是同一个字 在这个句子里面出来两次 还真的是有意思 那她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 冒号后跟你说 所以这几个问题就把几个这样列出来 所以有没有药物在其中 有没有毒品 第一个问题 alcohol有没有酒 下一个问题 他是不是在工作 还是他现在是在放暑假 所以我们总理 在那个时候就在那边跳舞狂欢的时候 是不是有足够的清醒度 能够handle一个国家的紧急事变 如果有一个紧急事变发生的话 so was the prime minister sober enough sober就是久闲的状态 to handle an emergency handle一个紧急状况 had one a reason 所以你这边要懂这个基础的文法 这个如果据如果一个这个one就是刚刚讲的an emergency if an emergency有发生的话 那他必须要过去完成事 因为他在问的是 如果当时有紧急情况怎么办 可是当时事实上是没有 但是如果有怎么办 所以这个叫做跟事实相反的假设计器 所以这里他原本的状态是 if one had a reason if an emergency had a reason arise就是发生 他的过去分子就是arisen 那我们知道这个结构是可以把had放到前面来 然后把if这个字就吃掉不要 所以这里就可以变成had one a reason if one had a reason or had one a reason 这样子OK 最后这个问题我再念一支给你听 就总理是不是有清醒到可以handle一个emergency 如果一个emergency有发生的话 你看中文讲解好啰嗦对不对 so你再听一次 was the prime minister sober enough to handle an emergency had one a reason if one had a reason 好大家听懂了 OK然后接下来我们往下看 这个总理他说了一个有趣的词 就是他承认了他当时这个party很开心 所以他有一个形容词叫做boisterous boisterous 也就是玄奘狂欢 或者狂暴猛烈的意思 我们看这个句子怎么说 所以他有acknowledge一件事情 so she also acknowledged that she and her friends celebrated in a boisterous way 好所以他们庆祝的方式是一个非常party的很狂放的 以及另外一件事情 and that 所以总共两个that都是他所acknowledge承认的事情 so and that alcohol was involved 所以承认有酒 那如果你有看着萤幕的话 我希望你可以跟我看一下 如果没有我也希望你看一下 他中间有一个用破折号加在一起的东西 那这个我们一般就理解 跟豆点的功能差不多 只是因为这个句子里面还有其他豆点 你看到but to her knowledge no drugs 那那个but to her knowledge中间还卡两个豆点 所以这里你如果不用破折号也用豆点的话 读起来就会非常的混乱 所以他就把豆点的部分改成了破折号 读起来就比较顺畅多了 所以再看一次这边 他承认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有酒 so she acknowledged that alcohol was involved 可是在中间他必须要再多差一点点东西 就是酒我承认 但是据他所知是没有毒品的 所以这个hyphen后 也就是这个破折号之后 but no drugs was involved OK 但是没有毒品 而且是据他所知 所以还必须再多插一个内容进去 就是据他所知 所以but后面来个豆点 to her knowledge 就据他所知 再豆点 no drugs was involved 是没有毒品的 所以这个to her knowledge 就是据他所知 这应该没问题 那我们也常把这个to谁的knowledge 放在据手 你知道就据我所知的那个知 就是知不知道的知 那他的名词就是knowledge 就是know这个动词的名词就是knowledge ok 所以你也不要把死板板的理解为知识 说真的 你所知道的事情就叫knowledge 他不一定是听起来好像很高大上的知识这件事情 好这听懂 所以我刚刚说的是 这个结构也可以放在举手 所以我如果今天跟你讲 据我所知 我妈妈昨天情况还不错这样 因为如果是我在照顾她的话 然后医生今天问她说 他昨天怎么样 据我所知他昨天还好 所以to my knowledge 然后豆点后主持同词 to my knowledge my mom was ok last night when I took care of her 所以这个to my knowledge 也可以用成另外一个片语就是as far as I know 这个或许你熟悉一点点 总是大概都可以粗略的翻译成据我所知 好可以了 好所以那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再往下看 他讲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他希望在2022年的今年 就是在这个时代 今时这个时代中 国家的决策主义者 是可以被接受 跳着舞唱着歌的 这样子 ok以及去派对的 所以这个英文念给你听 I hope that in the year 2022 it's accepted that even decision makers dance, singing and go to parties 所以我希望 in the year 2022 在2022年 it's accepted that 后面这件事情是可以发生的 所以这是一个就是你知道 那种代名词或者是虚主词的主词 it is accepted 这件事情是被接受的 什么是that's去接出来 即便决策主义者 所以这个decision makers 就是做决定的人 那他也可以变名词 就是decision making 这两个字真的是很常出现 尤其在像我所学的行政管理里面 就是做决策者 决策者 这个决策者就是decision makers ok 两个字有hyphen把它联系在一起 也是一个破词号 好所以这里ok 然后呢我们再往下看 下面批评他就是说 你身为一个 这个prime minister 你应该是你要呈现出一个 被人敬重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边这个respectable 所以这边 其中一个批评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our politicians to be respectable and enjoy the trust of the public so I don't think it's a good look 所以他认为 这看起来不好看 I don't think it's a good look 看起来不好看 那前面说的是 他说politician 就我们的政治人物 应该是要能够respectable 以及享受着大众对他的信任 respectable 所以我们把这三个字比较一下下 我都写出来 respectable respectful 跟respected 所以最后是被动的 大概也最好理解 就是谁是谁是被大家敬重的 所以被尊重 被敬重 respected 那respectable呢 其实跟respected 我觉得程度上是有一点像的 但是respectable就是 我们是觉得他是值得被敬重 可以被敬重的 respectable OK 像如果说 我如果今天我 练那个射标好了 射标射得超准 你要我射到17层 射到哪里 射得非常准 那所以 我的这个射标技能 就是respectable OK 那什么是respectful呢 加ful在结尾的时候 就表示你这个人是充满敬意 也就是说你是很尊重别人的 所以我们有个小朋友 家教很好 所以爸爸都要好好尊重他身边所有的长辈 年纪比较大就尊重他 毫无怀疑的 so he is a respectful little boy respectful little boy respectful boy 充满着敬重 对人敬重 而respectable是别人 要去respect他 something commands respect would be respectable 好 讲到你大概懂了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标题里面讲到三个字 希望你去理解它 那what's my take on the issue 所以我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真的很OK 而且说真的 今日今日 这个行为 他这样的行为 那这个新闻报道里面 你如果去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说 他们这个芬兰人本身 对这个东西的确是 看法是两极的 有人觉得很OK 有的确有人觉得不OK 我都觉得这已经算很不错了 很不错了 怎么说 因为好多好多年前 有一个家伙 就美国 那个要出来参选总统的人 他做了一个 比这个 比这个芬兰总理做的事情 还要 还要再低到 就是根本就是个小屁事 OK 他做了一个小屁事 就in comparison what he did was trivial 可是偏偏就 那个时候的社会 尤其是美国社会 有时候我们觉得 美国算是最开放最怎么样 那可不一定 美国社会对这个人 严苛到一个什么地步 好 我给你看一下 他到底那时候做了什么 我先讲一下结果 就是他 他 他做了这件事情之后 他的支持度 就直接下滑到 他就成为了一个迷因 他是2004年的迷因 基本上已经快20年 接的事情 18年 所以他成为了一个笑柄 那他只是做了 一个很单纯的动作而已 然后我放给你看 我先把声音调出来 so here we go we're going to Washington DC and we'll take back the White House That's it OK we're going to take back Washington DC and take back the... 对不起 我这边有点灰印 so we'll take back Washington DC and we'll take back the White House yeah 他就叫了一声 就这个 yeah 这样子 我不敢用真的声音叫出来 爆麦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在历史上被称为 Howard Dean Scream 他就yeah了一声 像西部牛仔般的 然后他就被人家贴标签说 你怎么那么不稳重 你在搞什么 你以为你在一个什么派对 什么三角的吗 然后还发出这种 这种高频的声音 然后他就 他的声势又掉到底 他本来声势非常高的 就大家觉得说 他好像那时候 算是第三还是第几的 然后就退选了 就退选了 就这么夸张 所以 18年过去了 我们的社会已经进步到 当一个芬兰女总理 去很放纵自己的 参加派对跳舞的时候 我甚至也不要说放纵自己 他做一个很正常 30多岁的女生会做的事情 就是去派对里面 开开心心的跳舞 跟朋友狂欢一阵子 然后 出来的结果是 有人说好 有人不好 我觉得 有人觉得 我看到有人支持 我心里已经蛮感动的 说实在 Good enough Good enough OK 不是全部人在骂他 我就觉得Good enough 这样 那可是 以我对 这个老派社会的了解 如果他因为 今天这个行为 而整个芬兰在骂他 然后逼得他下台的话 我也会觉得 这只是 刚好而已 所以 我觉得 有人支持他 已经让我还蛮感动的 我是一个道德上非常loose的人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所以我觉得芬兰女总理 即便他在派对里面 有课点药 也大概没关系 因为我们的民主制度 总之有很多的 那个fail safe fail safe 怎么翻译 fail safe 就安全防卫机制吧 要是今天总统真的课药 然后OD 然后现在叫不行的话 没关系 有副总统 OK 没有副总统 还有下一位 我记得我们上次讲到 美国的下一位 就是裴洛西女士 所以 我们真的有那么依靠一个 一个顶端的元首 来替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吗 没有 给他一点 cut her some slack OK cut her some slack 让他休息一下 唱唱歌 然后跳个舞 即便刻点药 也就算了嘛 好了 讲到这里大概够了 OK 或许你不同意我说的 但无所谓 我们下面也可以讨论 这都是没有关系的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